大家好 最近评论了一下台湾的政治选举的事情 收到了很多来信 其中有一部分来信 我看了一下 大概应该属于或者是民进党 或者是国民党这边的来信 我归纳了一下 大概有这么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谩骂的 骂什么都有 这个不去管的就完了 其实我在这边做评论 我无论是评论美国大选 还是评论加拿大大选 这几年一直都在做评论 但是从来没有骂的如此难听的 这个不需要去回忆 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 明显的是来自于民进党的 也就是说来信的人 当然他是匿名了 他没有署名 他说我的评论不准不懂 哪块不懂呢 他说民进党内部就是分成几个派系 有独派的 有温和派的 有什么泄系 苏系 菊系 英系等等 另外他说 打击科匹的运动 是他们做的 但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是想打击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属于 好像温和派的 因此为了打蔡英文 要打击科匹 我看完这个信以后 我觉得用逻辑思维 觉得不是很通 如果说按照他信上写的 他们都是独派的 他们就想对蔡英文不满力 那么你去抹黑也好 抹黄也好 你怎么去抹黑科匹的 你应该抹黑蔡英文呢 你应该找点蔡英文的八卦 往他脸上抹点脱水 你为什么不抹呢 我不认为这种解释是真的 第三类呢 就是看也是民进党写来的 也是好像说你的评论不认同 不准 什么不准呢 也是说民进党内部呢 分成很多个派系 这个派系呢就是这个 我们要攻击蔡英文 我们认为蔡英文就是无能的 无能的那个总统 我们要他下台 我们呢通过打击柯文哲呢 让柯文哲的民调上升 让民进党民调下降 在这次选举当中呢 让民进党大败 然后呢蔡英文呢会为此而辞职 下台 这个看完以后我也觉得不对 也不符合逻辑 如果说这些所谓的激进派也好 他们就想让蔡英文下台 换一个他们所喜欢的人上去 那你不需要用这种肮脏的手段 通过打击柯文哲 而败坏整个台湾政治选举的风气 把社会风气败坏成如此地步 然后让民进党大败 然后让蔡英文辞职下台 然后你们换一个人上去 你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干呢 你就党内你们开个会 每年不是选举一个党主席吗 有人告诉我说你别小看陈水扁 陈水扁的这个势力大了的 能控制一切 那阿扁如果能控制一切的话 那你干脆就控制一下民进党内部 你们开一个这个什么中常会 党团大会 你们重新选举一个新的党主席 新的党主席出来以后 然后你不要提名蔡英文了 对吧 政党就是提名制嘛 我不提名你蔡英文当候选人了 不就下来了吗 你党内可以解决事情 你何必要弄到党外来呢 你何必要弄全社会都折腾呢 何必要抹黑 抹黑完了以后最后又陷了 又不行了 你这不是这个自相矛盾吗 所以我看了一下以后 我觉得这三种解释 我都不认为 我都不认为有什么道理 我也不想再这个问题呢 再去深究 当然他有一点 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就是民进党内部的勾心斗角啊 这个帮派斗争啊 这个呢是没错 但这个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我们所关心的 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呢 我们主要看到宏观 从宏观面 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远处 或者站在一个旁观者 来分析台湾的政治体制 分析台湾的民主进程 分析台湾的选举当中 出现的种种现象 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 我们不关注那些民进党 到底是什么苏系啊 什么林家龙啊 什么姚老三啊 谢长廷 我们其实不太关注这些东西 这些信息 一个我们也是没有 但是你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了 我们也不想知道 我觉得意义不大 只是说这种烂事呢 你们自己内部消化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也不想把这些事情 去帮助你们去公布于众 那是你们自家的事情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呢 通常我们是这样 用一种理性的 用一种逻辑的方法呢 去看待一个社会现象 或者看待一个选举的现象 我们通过现象呢 尽可能的去看到它的本质 这个呢 要做很多的功课 这才是一个评论员 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说一个现象出来了 打个比方说 你说黑 我就说是黑 如果你说黄 我就说是黄 这个不叫评论员 这个叫打手 我顺着你去说 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本来这个话题应该是过去了 但是可能还有一点没有完 也就是说 吴祥辉这个抹黑的事件 现在他们也公开承认了 不管是杨宪宏也好 吴祥辉也好 他们是政治打手 他们是民进党的政治打手 这个政治打手呢 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价值了 已经被唾弃了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呢 应该 大家还是应该清楚 民进党 它在内部分赃的时候 它是有派系斗争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的人任命部长 我的人当官 但是呢 民进党呢 在打击柯批的时候 在对外的时候 它是一致的 它是由蔡英文发动的 很简单 我还记得民进党 在提名姚老三之前 蔡英文就公开说 让柯文哲 你说清楚 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 这波运动实际上 是从蔡英文开始发动的 提名了姚文志以后 蔡英文你也是 亲自签字授权的吧 那在授旗的时候 也是蔡英文亲自去的吧 这个都是蔡英文发动的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他来信 说蔡英文是个授旗包 现在是敢怒不敢言 这个真正的这个 这个掌控者是 菊或者是这个申律 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也我也不能认同 为什么呢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所有的人都可以说 对什么事情敢怒不敢言 他们都可以说 那只有一个人 没有权利说这种话 那这就是蔡英文 你是最高统帅 你敢怒不敢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当那个总统干什么 让位吧 你让一个敢说话的人上来吧 我觉得这种说法 真的我是很不认同 说到格德曼的事情呢 就是当时我看到 有一个现象 科匹一封信 想交给格德曼 限他24小时答复 如果不答复的话 就提告 后来呢 有一个镜头 我们看到了 记者问吴祥辉 说这个24小时这个信 格德曼怎么答复 吴祥辉的回答是 别说24小时 我不理他了 你就是100个小时 我也不会理他 这样的口气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吴祥辉 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做的是一件 肮脏的事情 在台湾这个地方 明明是在做抹黑的事情 但是马上就要面临法律诉讼了 他们全然不顾 无所谓 显然这个计划 打击柯文哲这个计划呢 在司法系统上 都已经事先做好准备了 否则吴祥辉 就不会说出这种话 在这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人 这种吴祥辉这口气呢 其实还像另外一个人 那个就是就吴殷宁 吴殷宁这个位置 他怕谁呀 他怕市政府吗 不怕 怕柯文哲吗 不怕 为什么他不怕呀 因为他心里已经知道 他的任命是蔡英文任命的 所以他不需要怕 如果有人说 蔡英文是敢怒不敢言 那说明在分赃的过程当中 你的人也分了赃了 如果你的人不分赃的话 你怎么可能敢怒不敢言呢 我认为柯P就敢怒就敢言 他就敢说 他敢骂 为什么呢 没有把他自个儿的亲戚 放到什么总经理的位置 放到什么年薪 年薪250万的那个位置 他没有这样做 他选举之前 他也没有接受 这些财团的什么政治献金 他也不需要回报谁 因此呢 我觉得民进党内部 还是自己 好好地去检讨吧 你们自己内斗 我到现在 我都没有看到一个民进党人说 我们是想为了这个社会 如何如何 来信都是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个派系怎么怎么样 我们那个派系怎么样 怎么样呢 就是分赃嘛 当把蔡英文推上去以后呢 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后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分配嘛 利益分配嘛 我的人要控制这个领域 我的人要拿到这么多钱 我的工程要这么做 这个就是民进党主要在互相 为什么在掐 掐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们把党的利益 把个人的利益 也就是可比说的 个人的利益 是凌驾党的利益之上的 党的利益又凌驾了国家利益之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内斗 斗了半天 为了什么 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 但是我认为这种所有的解释 不管怎么解释说 打击柯文哲 是民进党内部 不同派系斗争的结果 这一点我觉得挺可笑 我不会认同的